哈喽大家好 我是长毛大叔叔好 我们今天来到了玉博城 我一个大哥要找一个百件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有没有百件 大家来看一下 然后的话 那个大哥要找百件 他的预算大概是一个 3万块钱的一个百件 我们看一下3万块钱 到底有没有买到什么样的一个百件 在哪里有百件 好难找啊 来货遍地是百件 真难找 反正我们就知道那种小姐姐漂亮的 我们就去买 这条货不错 随便看一下 什么价这个 三万 支架多少呢 我买了 大概要2万块钱 太贵了 哪有贵 要什么行情啊 那是太贵了 你找的东西 我那只要 你就看看有没有百件 不能成名女色 哇那个小姐 你看到没 看到了 可以 好 今天我们签入主题来找百件 我不知道百件现在什么一个行情价 关于很贵啊 或者工很丑啊 这种东西就很拉垮 要找到那种又便宜 工又好的百件 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哇我想起来那个卖百件的地方在哪 在那个上次我们揭露大事正的地方的旁边 那去不行 大哥从回去 完蛋了 还是要去 回去帮大哥找不到百件 这边有百件 这边有百件 哇这个表现漂亮 这么多色 这个工也不错 分约小路系列 哇背面也是满工的 天呐 还有小溪 还有宝塔 还有亭子 这个更屌 这后面还有一个古寨 高楼 木头房 这个小小的也很精致 下面带了一点石皮 调制处也不错 这个满色的 老板 这是什么叫的 这就是泡的 什么叫 2万用 配底座吗 3万用 它要修光吗 分线一定不算 你价多少 这个 4000块钱修光 那就3万 差不多吧 这种东西带色的才7000多一个 而且这个它 它还是毛货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 处约都是满色的 这么一大土色 这里还有点紫 这个无论从正面 反面看 它都是一个 很立体 很完整的一个形状 真的不贵 我们看它的色还是挺正的 虽然比较高 7000多一个 我感觉工费都不止这个价格 我拍点图给大家看看 好的 谢谢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百件价格 比我们的那个挂件还要便宜 我们再去看看那位小姐姐 哇你们收获了 刚才那个8000有没有机会 没机会的大哥 差太远了 这个真的是你表妹啊 我能不能跟你要个微信啊 这次就这么结束了 不拍了 我们再拒绝了 来我们来收购尾 今天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玩个玩闹个闹 还是要讲工作的 看到了很多那个 百件啊 它的一个报价 会比很多挂件的报价都要高 就是我们如果把它切成挂件去做 都能够感觉那个东西都很便宜 从侧面反映得出 百件这个市场真的是很惨淡 就感觉现在 百件的价格比你直接去买原材料都要便宜很多 我又看到他了 下雨了 要不要带你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回家 怎么这么巧啊 你住哪里啊 真是有点远 没事 要不要送你回去啊 不太好吧 这样子 上来嘛 上来嘛 上不来 真的不好意思 麻烦你 没事 不好意思 车有点小 家境贫寒 感觉不太好意思了 上你的车 因为 因为真的没有带伞看你 那你们应该也是做翡翠的吧 是的 你们刚刚说你们那些都是打事工 你猜猜我是做什么的 我看你们拍视频 感觉应该也是做直播这一块的吧 是 是做直播的 但是我的主页不是直播 主页喝酒 副页搞雕刻 对 最近行情很差呀 而且今天卖的时候都没有几个人问 我看到你们那边生意还不错 今天我去看正好有个人在谈另外一件货 那个阿姨 对 刚刚那个卖掉了呀 那一件货 卖掉了 对呀 多少钱成交的 以前卖掉了 你没办法呀 你现在这么难 你那货放着也是放着是不是 是 在以往的话人多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不会理这种顾客的 因为他给的价 就是压的抵市场价还要抵那么多 其实正常买货都要这样子去买的 那我也是了解的 是吧 大家消费者的心理 是 如果不是萧条的话 我们不愿意买的 因为以前真的不愁卖 那现在的话就 拿我团队上班 你不是说你主页是喝酒的吗 我喝酒很菜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一个做雕刻的工作室 你是干直播的吗 对干直播 我们现在缺一个比较懂市场的一个主播 我看你天天在市场上应该对这个价格各方面都比较了解 因为你平时也是自己当货主买 对 你自己去市场上办货 那你去砍货主价的时候 你应该常常能知道一个他们拉价的一个心理 确实可以这样说 那我考虑一下吧 因为我这个市场的话 我不能丢掉不干吧 每天也播不了多久 我明天给你答复是不是 因为毕竟也不熟悉 要不要价格回信 我都送你回家了 那行 快到了 价格回信了 真的要抢吗 因为我还在考虑当中 价格以后找你买回 好 那就可以 好